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好,早晨 最後一節 這一節,對上三島有幾乎是文化向的東西 文化向 是的,很多筋 其實你有八、九十年代網球的話,也挺有趣的 你認識那個時代的話,也挺有趣的 是的,我們說King Richard,王者世家 當然說的是上星期的全球第一號風頭等 是的 而我剛剛看早段都已經有一個筋 我更加覺得那個掌握事件是做出來的 不過我們先去預告片 是的,King Richard就是王者李策,或者叫香港亦做王者世家 是的,不過比較想像中少人看到 不過主要是因為沒有戲演相 沒有戲演相的原因,香港不能看戲 防疫 防疫 但是HBO Max 正路奧斯卡時的候選片是怎樣都會上話 是的 無論如何都會上話 但是沒有啦,我們是天荒鹤有沒有看 這套有沒有看 但幸好HBO Max就同步上線 大家用自己的方式去看 是的 是的 因為昨晚幾乎是臨份才醒來我 本來好像說說定了今天都會說這套戲 是的 結果我發了一個評論給你 看看你能不能回答 是否真的要靠近年還是更簡單 你也隔了一會兒才能回答 我也是頂著 結果我起初開了兩倍速來看 是的 都可以 它的節奏也不算很快 這是一個很高的觀影經歷 是的 我已經習慣了 要是兩倍速 要是不斷快速度 三秒到三秒 等於去那些高檔餐廳吃東西 例如三排都沒東西吃 這樣一咬下去 是的 這套是舒服的 可以看到 兩個小時 但是很精彩的 是驚喜的 其實是很黃道的 黃道的韓國劇 是的 非常之黃道 雖然其實它也是活動文化 但是它活動起來 其實是符合古典的價值觀 是的 但是這個是很典型拍來爭奪奧斯卡的電影 我會戲稱是奧斯卡的八古文電影 是的 我會這樣戲稱 但是其實這類電影都會有好東西 例如《月克高飛》是很典型的八古文電影 《今集團》也是 但是本身是不錯的 這些羅掌公式一向都是好看的 是的 我其實經歷過這幾年樣樣板氣色的 沒有夠詳細 我寧願要這種 那種古典型的八古文電影 是很荷里活式的 他及馬對我來說的經歷是很驚喜的 是的 不過很簡單地歸留這部片就是羅里玉成故事 加上黑人元素加上爬元素 再找一些日本動漫更來講 是一個溫情版的巨人之星 是的 巨人之星就是大家看過那個 《一個人慶祝聖誕》 即是化翻唱的那個惡搞片 或者是正正版片 那個其實是一個超級變態苦疤 玉成的故事 是瘋狂的 我想西片近年唯一可以被打鼓 那種古董真老 那個鹽絲最後被搞直到心理變態階段 但是那個又有些不同 即是沒有親子關係 現在親子關係是很苦疤的 上個禮拜都說過很適合香港家長去看 這種適合未必是好事 其實這部片是一種港美文化差異的一個教育 一般的套版印象 大部分香港人覺得 美國的家長是一些 看功課看得不緊 學業的東西不在乎 很自由派 美國家長那種如果有苦疤苦疤的話 那種屬性通常反映在體育身上 嗯 這一類想他的子女變成了頂級的運動明星 其實是大有人在的 是的 而通常出現病態的現象 通常在那些兒童或青少年組別的比賽 結果那些家長也經常跟那些求證 在那裡喊大家 甚至搞到港手收場 是無日無知的 每天美國每一個角落都發生這些事 中國也是這樣 中國是誇張的 是的 體育上沒有那麼瘋 因為其實你有潛質的話 就進去舉國體制 是國家代替的父母的角色 是的 除非你是想去角逐那些職業的運動比賽 嗯 就好像今年F1會有周冠宇 那些人未必會有舉國體制去訓練 那些真是富起來的一代人 真的訓練了兒子去做賽事手 嗯 還有他的模式也是那個 成不了名叫做不成功的運動員 是的 當然運動的世界是一個英雄寵 你在這部電影看到成功的故事 但其實有很多是失敗的故事 是的 很多事情是怎樣逼小朋友 逼得他精神崩潰 是的 逼得他反叛 又或者是因為彈不到這個夢想 可能他本身就毀了 嗯 這部電影之前上星期都略略都聊過 我看這些評論文章有一段側寫 其實那段是他講他 開始參加到兒童組別 那天橫掃了好幾個級別淘汰賽 而且是越級打贏那些年紀大的一百日女選手 明日之星 很高興我把Sophie都拿回去 雖然最初也有些互相反 但最後大家都回到開電視機 一開始看的新聞就是 Wanley King被嘔打事件 被LAPD被嘔打事件 因為唯一的政治側寫是這些 而我是看不明白的 那部份 我以前跟阿泰提過 ESPN有套紀錄片 我好像是相信 其實那裡是講的 那裡詳細很多 那件事是後來觸發了92年 羅省大暴動 也誕生了這個 這個漢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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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但在電影中 其實那個關係是甚麼 你純粹是時代則死 其實爸爸的角色 說回他童年 在Louisiana長大的 那段 其實為何他會是父母的原因 就是他在所謂深深的 最保守南方周份那裡出生和長大的 他整天是被白人敲 有機會是被三K黨私刑處竭 他在那種環境下長大 然後最後為了脫離 那麼絕望的生 有很多黑人 最後是遷復到北方周份 或者去西岸 他便去了西岸 去加州 另外他老婆是做醫護的 那麼他晚上便做保安 嗯 但是就生了整個子女 五個 但是 整個最有趣的地方 其實這是一種很舊式黑人的家庭論 嗯 那個其實是很 那個是由解放黑奴之後 一直到黑人民權運動初步成功那時候 那一代 大部分 真是有就約常盡心的黑人家庭是這樣的 一定是常態 不過他是用一種運動苦巴的方式來呈現出來 還有成功的狀況 是很容易掃一下 嗯 當然我們聽開地文和真理學的聽眾都會發言 我們不是一個很喜歡什麼 不是姊妹的群人 但是 看完這套 可能你會對他沒有這麼反應 當然很有技巧 因為說是少女時代的奮鬥故事 嗯 即是頭半個月是初中版本 即是那個是說初中時代 去到後半個月是說高中年代 而且還是少女造型 都是描述他們極乖 兩姊妹都乖 即是沒有後來那麼跟育人 後來是嗎 因為這是什麼事 後來是粗得好 即是在身體裡的粗 即是那種粗 即是他大隻的高男 哈哈 那是誇張的 但當然他們兩姊妹就是 成名後就是稱霸的女子網壇 即是去到現在才是水尾 即是覺得體能制勝 是的 即是為何我們的圈子這麼不起 令到女子網球都很體力 好像男子網球一樣 這個是改變了身體的成功原因 是 之前是沒有什麼黑人女子 職業網球員的 70年代有個男子網球的先驅 嗯 另外一樣有趣 其實剛才預告片最開頭的 他說了其中有一幕就是 因為他有個白人的大媽鄰居 不太喜歡他們 是的 報警環璃弱儀 他說他管得太嚴 之類的 接著有時候是報警 因為他就看到 尤其他晚上是剛剛下雨 然後就去練球 那個畫面是 你會覺得白人環環環是無理的 因為描述到他們打 雨中打球打得很開心 即是大家打八路風球去踢球很開心 但實際上他偏偏是這樣 即是希望再明天 希望再明天 是的 但實際上真的很誇張 那麥是妙的 那麥其實又是一些很保守 即是古典美國保守主義的世界困難 即是覺得自己靠自己 政府走來干預我家的生活 這件事是搞了一會 是的 那些小朋友都這麼開心 這麼開心地打球 為什麼你要干預我們 雖然這套戲的基調是木球場 但是他有一個很右派的方式體驗出來 但這個也是一個很巧的市場行銷行 你是拍到這套戲面面俱原 是的 還有他的家人其實是爺教堂 嗯 他借飯那套戲也很妙 即是價值 即是吃飯餐豆 求主保守 希望兩姐妹不會因為這樣就無肥 是的 是的 那些價值觀選出是很妙的 我相信也是有現實根據 不是老作 如果回到上星期浩斯加班 就是惡趣味 最開頭的最大彩蛋 就是他用當時八十年代最上級的 男子網 他用當時的男子網球員偷師 他說不論是麥均來幹納斯或者森柏斯殺球的方法 就好像是萬一般 聽完這句對白我直接想 上個禮拜那單是龍本結局做出來的 有機會是夾計的 根本就是彩蛋 是市場行銷 發生這件事 看這套戲原來是另一種趣味 也是因為這件事才會有這麼多人看我們才會說 最後連William Wichern的本尊也說 不應該這麼打 你不可以這麼打 我兩個乖女兒當日在班長來都受驚 發生了這樣的事件 不,他會說一聲 不過裡面我比較有趣就是 描述到那個爸爸很開放 不要叫他們自己得運動 要他們上下教堂 讀好一些書 有其他生活 打完球不要再講球 其實這是一個最大的戲劇張力 對比有一個天才少女球星 是很早熟 但是接著又吸毒 其實他當年最爭議的就是 他贏過一大輪少年組別的比賽之後 突然就說不再參與了 要有正常的中學生的生活 可以只會打球 這件事在那時候整個職業網球圈來的歪圓 也都令到很多體育記者 開始意識了兩件事 因為他休賽了三年才直接去打職業賽 電影的結尾就是說他第一次打職業賽 接著決賽就對山齊斯 當時是贏了三次大門館 是厲害的 因為這些是歷史事件 歷史事件也不介意 最後決賽 最後決賽 因為…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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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為他很不開心 所以家裏人會安慰他 其實他球場是全放在這裡 看到李卓太一開門 外面已經有百分支 其實他在加州活動 同樣是第一個職業賽 也是回到 加州活動 當地人是支持他 也都說最後的… 最後的賺助商都是爭著和簽約 是的 那個戲劇的張力也很大 那個感動的位置 失敗 然後一班產品再成功分 那就是整個戲劇上落得很好 還有他那種培育方法 就是一種類似的是家庭式的雅色士清訓 在我講《轉生乘黎了》的故事 雅色士的清訓不僅是教你踢足球 它是希望めias你不要放廢自己的行業 確定你不重新駕鶴唱是一瓶之一瓶之一瓶之一 要不就是你只懂得截圖 你一退休之後就變成沒有方向 變成不懂得轉影 當然這件事不是萬應麟達 總派發生的華華斯醜聞 我覺得我真是連絡目光 是怎樣的 他對女員工長時期的照片 喜好 超級老鑑 你竟然和我差不多年紀 我老他牛九天 你竟然發了一些喜歡病的錯誤 波波哥說到要傳人教育 要有童年 我有點質疑 一部電影就說這就是他成功的原因 總派發生過一些文化文化的爭議事件 但我猜不到原來他家裡沒有手 但實際上他對那兩個女兒的教育是超嚴格的 那個嚴格是要去到幾點休息 幾點做些什麼吃飯 全部都是過路和爸爸管理的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完整的童年 有十多年前有宗新聞 說一個新移民的爸爸不准他的女兒上學 要堅持再加教育 是啊 那個有先見之明 還有他的女兒好像有結婚前兩名期 雖然現在變成怎樣 我不清楚 但是那個新移民的爸爸說 其中一樣東西我會教他幾種外語 其實這是一個現代人必須要的教育 有不幸就在香港沒什麼做到 要摩就是一種很should off的方式來學外語 不是真的讀懂讀通那種語言 然後去吸收多幾個渠道的諮詢 只不過是把他上班然後結識了 他教他兩姐妹多幾種外語 當然是跟他做世界級職業網球員有些關係 等他到處接受外媒訪問都可以對頭如流 是啊 甚至可能有少少知己必知彼 有時候你聽得明白你的對手 可能跟他教你影響那些什麼 嗯 是 那個青網 就是他很主要 他很主要說不讓他參加青年比賽 但這件事是不是真的這麼大的破壞力 我不理解 對球圈來說匪夷所思 所有職業球星他育成的道路 是一定要打那些少年賽的 你不可能自己停賽幾年 立即跳去打職業賽 即使成名也好 即使你鍛鍊比賽的習慣也好 你應該都是參加一些比賽 好像有not big deal 是的 但是他又完全不讓他參與 這個也是套戲很重點 但我不太明白的原因 其實有一點疏忽 有一個很有趣的對比可以做一做 他們住了推區的做Crampton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黑人區 但其實你在這部電影中 白人大媽經常投訴的事情 都知道他們曾經是白人區 不過是有些黑人都遷來 慢慢變成一個閒區 嗯 早幾年有一套說 即是那套 那套Fuck the police 那個web group 如何成名起朵的 叫做Straight Outer Campton 其實是應該播放那套戲出來 其實這變成一個健康版的 其實那種Hip Hop帶來的黑人的流行次文化 變成了將這種old school的風氣扭轉了 這是一種很重視家教的 重視教育的 即是黑人被解放黑奴打後 一直以來黑人奮鬥的歷史都是這樣 嗯 要成為一被白人接受的成功人士 是的 越過白人 但是年輕那一代 即是新那一代的黑人 就慢慢受到Hip Hop的文化洗禮 甚至加上現在work culture那種洗禮 就變成了反智 他覺得你讀書讀得厲害 其實你是屈從於白人那套文化的遊戲規則 到了這一步 他覺得傳統這些典型美國夢的故事 其實是一些有派的 其實是一種老化教育 可以這樣說的 你聽大部分Hip Hop的歌詞 Gangster Rap完全是 讀得少許 以做幫派步伐 就像GTA一樣做幫派步伐 穿那麼大人 Bling Bling 反而對我來說 這套戲是一套清泉 其實有那種 網上有幅 甚至這件事不只是 是整張黑人的 有幅惡搞 而Campton的圖是一個白人的女性 但整得自己像黑人一樣 即是擺那些 即是擺那些 但那幅圖是 Straight Outer 即是黑人的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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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令到很多人覺得 工作文化 或是黑人 或是 很奇怪的 就是走向極端 走向反對所有的主流價值 即是 現在這個 就是 要擁抱一些 即是 最巧的 就是 將 兩姊妹推進去 正是白人主導的一個 網球世界 即是 又不是很大改變 當然改變了 比賽模式 就是力量濟性 用回中國文學類比 即是 好像水虎傳 本來是一種 可能是一種 其實可以有些抗議小說的味道 嗯 搞一搞一下 就變成了 革命無罪做法 又來 是啊 是 那種全式的 讀書即是 知識語都要反動 是的 那個年代 演曲同曲 變成了西方版本 嗯 當然 結果上個星期 奧斯卡大陸 變成了一個很提笑皆非的文章 是的 雖然那件事 最後又回到種族上 性別上 是的 那些話題 好 但是經歷了這件事之後 你現在看這部電影 會增加了惡趣味 增加了一些觀影的樂趣 不是 都是看看怎樣為家人奮鬥 裡面更誇張 裡面好像殺 只是打了一個救客人 那個又是有趣的 嗯 即是說 他那個 其實那個區都會有一個 在那些籃球場那裡 圍繞著 都是有一個網球場的 嗯 就是現在的 但是 開頭有一個當地的 當地的一個 古墨仔 頭就覺得 想混合其中一個 想混合一個大女 那個大女其實是讀 是讀書的不是打摩的 嗯 那 就 經常和 Villian Richard 也有 有失教 甚至最後被他打了一身 那 但是 因為他做保安 其實是有配槍的 嗯 去到有一晚 即是被他打完 唯有完之後 本來他是想 他是 忍不住 想開槍 就是 扮關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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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誰知道 那麼巧 那麼巧 是有些敵對幫派 搶了他 那 結果 那個 變成了人生十時路口 那個真是人生家差點 本來是前程到盡毀 整個 整個 網女成鳳的夢想 是破滅的 變成破碎家庭 變成一個單親母親 單親母親長 唯有再帶大他 未必會再有 即是 不會再有這個網球神話 那個位置 如果他真的做了 都不會寫出來 寫出來就被人抓 下一幕就是講他 終於就是 即是他開頭的故事 就是他講他在加州 即是 應該是在LA 不同出名的網球教練那裡 那裡說 可不可以收我兩字妹為圍圖 大部分都覺得這個 這個老頭是不是瘋了 嗯 他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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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打印了 那本小策子 是整個很完整的計劃書 是啊 大部分教練覺得這個人太瘋狂 但是最後他最終於去找 當中加上最頂級的教練 那一場就是 帶著他兩姐妹去那個 那些高級的網球會 所以剛剛 即是 場那裡練球的就是 就是 森帕斯對麥加萊 嗯 最後一段 都說了一點 試一試 剛才遇過片都說 那你試一試一下 試一試一下 你發覺他們的實球很棒 是啊 發覺他們基本上是打打好 結果肯收好 那是第一入教練 嗯 後來都頂不住 後來就是因為說 不打那些少年做過比賽 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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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幫他準備所有的東西都不緊張 就是這樣改變了 但是第一 就是 開始有名師肯可以教我們 結果就變成了 改變人生的一個轉捩點 嗯 那一段都挺妙 因為那個 後來 後來頂不住 那個人的教練 說 我連麥加萊都搞得好 但是你更難頂 那麥加萊 如果你讀男子 即80年代的男子 網球 因為會心微笑 麥加萊都出了名 臭檔 以及經常同頭 去求證 詩詩打架 是超級多的發生 以前 一般電 無線 麥加萊的阿士 的體育新聞 經常播放 偶爾也會播放 太誇張 整理麻煩家 例如我不是經常 我不會坐定 看完整條網球 我都知道 嗯 證明麻煩家長 真的很麻煩 對 很麻煩 他是成功了 麻煩家長 是的 我看這套 都害怕 會不會那些 家長看完之後 是要這樣逼 這樣才會成賽 打的故事複雜很多 是的 香港很難有這些運動型的苦馬苦馬 嗯 香港那種風氣很難 叫他們 叫你支持他們做運動都已經難 特惠爾出的那些 香港的運動員 多數都是中上階層 嗯 即是李維斯好自數 或者找對比的話 就是李維斯 嗯 是的 也是 鼓勵大家看 推介大家看 也都印證 其實有個說法 實際上 美國黑人 是紅霸了整個民喻體育界 沒有辦法 整個方面 各方面都是 由這套戲 你講威嚇斯姊妹成名的故事 到上個星期 奧斯卡大龍鳳都印證這一點 是的 他們才是最乾燈之下的人 是的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到這裡了 我們聽歌了 多謝課金 我們總共300元 我100元 近200元 早晨 就到這裡了 我們聽什麼歌呢 齊天大勝 齊天大勝 就到這裡 拜拜 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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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裡 五個月 四位 對啊 歷巴神舟 金晴火雅 地凍天凡 大圣野斗箭星法 東到神舟 流星跡 南尖寶記住歸零 齊天法駕鎮仙草 大聖元基在此間 南尾山 聖石七彩滑滅 不軟道明家祭祀 大聖元公清降臨 書轉上身 至座神功錦身不破法官的人 公清降臨 書轉上身 盈八扇周金晴火雅 地道千白 大聖元兜箭星法 大聖元兜箭星法 大聖元公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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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看完节目记得like comment和share我们的channel 收看最强频道订阅《热血时报》